Leo聊刺激 叮叮入个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来看斯拉夫人对上立陶宛人 这场比赛也是天地的阿拉夫地图 先来介绍一下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农田有10%的采集速度加成 斯拉夫人比较适合打步兵跟骑兵单位 还有工程器为主的一个文明 但是他的骑兵部分只有大洛马 还有自己的宝兵 贵族铁骑比较适合使用 自己的骑士只有到重装骑士的关系 没有游侠 所以本质上来说 他不算是一个全面性的骑兵文明 他还是比较适合打步兵 他这个王家四重金冠技术 可以让步兵获得扩散伤害的效果 但他步兵战来说是非常强大的 因为这个能力是连他的枪兵 都能吃到的扩散伤害的一个效果 斯拉夫人的工程器也是比较便宜的关系 所以也比较适合拿来当工兵使用 这样出弩炮、投石车、冲车 都也很适合斯拉夫人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立陶宛 立陶宛他的特色是每一个城镇中心 都会获得100肉 以前能力比较厉害 一开始会给150肉 让他出这个棒棒 或者是打这个极速封建 都有一定的帮助 那立陶宛这个能力呢 在一些特殊地图 海战来说 也可以极速上封建 早点出战船去攻击敌人 也是一些特殊打法 以前比较常见的 但现在改成这样之后 他的优势就会变得比较小了 但取而代之的是 他升到城堡时代的时候 开下3TC这个肉量非常多 很难会去断村 甚至你可以3TC继续出一点少量骑士 也没有问题 甚至去偷科技也都是OK的 所以立陶宛这个文明 现在变成来说 算比较适合打开农路线 打长军师来说 已经不太适合他了 所以立陶宛人呢 他的后期还是比较强大的 那他这个文明也很特别 每减一个圣物到自己的修道院里面 也可以增加骑士 跟自己的宝兵列提士 一点的伤害力 所以立陶宛人后期还是比较强大一点的 那列提士这个单位也是相当特别 是一个可以无视对方的装甲 进行攻击的敌人 无视防御力的一个骑兵单位 而且又可以增加自己的伤害力 谁要减圣物的话 所以立陶宛后期打这个列提士 是相当划算的 而且列提士的造价 还比一般骑士的造价更便宜 所以如果没意外的话 玩立陶宛的话 建议还是盖城堡出列提士 会比较适合 但上城堡时代初期 还是可以按些骑士去前压敌人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立陶宛的枪兵跟毛兵 都有移动速度的加成 所以在封建时代的压制来说 也不会显得很被动 反而会有主动权 好接下来看一下两边的地图 目前看到立陶宛上方 有石头 下方有黄金 右边有果子 看起来地图来说 是不是很好 因为两个附近都在外面 小微的部分也要围着非常多资源 不管怎么围 都是需要花非常多资源才能围死 小微的部分可能也是要花很多心率去防守 怎么看起来都是不太好的地图 那墓区的部分是三片墓区 这样算的话 严格讲起来也只算是一个安全墓区 左边那个墓区还是有点危险 比城中心有点远 打分数来说的话 大概只有三四十分 分数非常低 主要是这个基因 也没有到非常好的位置 除非他可以往外围死 这边围到底 那就另当别论了 那接下来看一下斯拉富人 斯拉富人这边的黄金放在左边 两块附近都在左边 看起来算可以了 没有到正中间 上面这个位置都还可以 但是他的黄金是一楼在外面的 或者是在里面的 那墓区的部分也是跟斯拉富一样 两个墓区都偏比较远 一个的话稍微近一点也是安全的 所以两边的分数 大概都大概三四十分而已 并没有明显的这种很夸张很好的分数 那看起来斯拉富人这边 是要来打一个洛马开局 那立陶宛这边也是 两边都是洛马开 好这边决定要来 直接用牧场围死自己的家里 这边也是要围大了 这边围完之后 我们要再继续围 那前期的投资的木材量 消费比较多一点 农田的部分也可以赶快撒 前进来到十一分钟了 OK两只洛马直接互撞 那也要按少量枪兵 那左边这边直接围死 哎呦围一个长条形的 直接把附近想要围在里面 好赶快来拉枪兵过来防守 三只洛马也可以压制回去了 这边枪兵也可以考虑回到正面 去燃截敌人 好对面的洛马来到四只数量有点多 OK这边围好了 洛马稍微控一下 好那如果斯拉夫这样子围的话 就还OK喔 但你们看喔 这边的木墙还是围了很多 光左边这个区域 就围了18片的木墙 18乘以5等于多少 快要100木头了 对不对 那100木头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多撒 一片又多半片田的这个木头量 而且你要喊这个村民去盖房子 盖这个木墙的时间 所以实际就是 你围了这些木墙 就等于少撒 少撒了两片田 所以沙拉夫人 这边农田树 会比立陶宛来说 会少上一点点 但其实立陶宛这边 也是围的一个超大的 所以其实两边都是一个 超级伤经济的围法 但没有办法 地图烂的时候 就只能这样子 目前两边都是一个洛马 看来都有出枪兵的部分 那立陶宛这边枪兵的移动速度 比较快 可以第一时间去支援一下自己的被打的房子 那这边漏马也可以来打下木墙 逼对手要拉村民来围围墙 这边枪兵稍微戳到了一下 这边漏马的血量 后面枪兵数量比较多 4打3 应该可以逼退回去 正面直接围了非常多的房子 直接把这边给围好了 那两边没意外的话 应该是会打一个城堡时代 好 肉马两边要开打了 OK 这边4只肉马直接上了高地 攻击1只肉马 直接瞬间收掉了 目前看到枪兵的部分 是由立陶宛这边拿下比较多的数量 现在是有4只枪兵在前方 后方也有少量枪兵 目前圣时代来说 也是立陶宛比较有优势一点 左边这边围了蛮多东西的 目前看到两边都是有点一级 農一级木 斯拉夫这边补下的品种 还有一级锻造技术 看起来是要来直接出骑士前压 立陶宛这边还有额外的加成 就是他的修道院的工作效率 也比较快一点 所以立陶宛这边应该会 一上城堡时代 出骑士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 修道院 进行反击 那如果是3TC开农打法 因为我们开头讲到 立陶宛是比较适合开农的文明 那如果开农情况下 下一个修道院防守也是相当适合的 那这边也可以不用转骑士 如果是打老头的招降方式打法 那你就只要配重装长枪兵 或是肉马 升级或是加老头 这三种方式 三种兵种去防守敌人 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但肉马防守会有问题 是不太能去扛住对方的歧视的 还是要靠自己的老头 那如果你出重装长枪兵的话 还有这个跑速上的优势 但没有想到 这边先升重装长枪兵的 反而是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这边直接转肉马 加上重装长枪兵的升级 那立陶宛这边也是转肉马 加枪兵 但枪兵没有升级 反而是先转出了老头 那这边3TC开好 直接补了一个跟踪技术 还有轮走技术 先记忆稍微升级一下 这边拿到额外肉量 是先拿去升级了 兼技科技 还有肉马的跑速 那为什么斯拉夫人这边要先升肉马 是因为他知道对方是立陶宛人 因为他也知道对方 只要没捡一个生物 这个歧视的伤害就越高 所以让他拿到越少生物 真的是越好 所以他已经在空了 后面这个比较远的生物了 好那立陶宛这边也不急 先慢慢开出了更多的老头出来 然后加里农田已经开始在灑了 3TC不断春 然后有多余的肉 就转肉马出来 那为什么不是转骑士 因为骑士的部分 很容易被斯拉夫人的老头给招降走 而且骑士的部分 也不太好打这个长枪兵 而且怎么说呢 自己在跟对方肉马互打时候 而且有遇到对方要捡 捡这个圣物的情况下 出肉马还是比较好一点 像这个情况 你看如果这个骑士的话 很快就被招降走了 但如果是肉马的话 两刀就可以收掉骑士的 收掉老头的 而且还有抗招降能力 所以在立陶宛两边 在互打情况下 肉马的开局方式 会优于骑士的打法 那三只老头直接前压 招降一下 三只重装长枪兵 被招走了两只 还被戳掉了一只 OK 那现在目前立陶宛 这边经济很好 点下了品种 还有三级的 这个手推车 三级好的手推车 经济来到非常好 57升就补了 补的时机非常早 连这个二木都没有点 这有点奇怪 好 这边三只肉马 直接一瞬间 收掉了前方的两只老头 老头全部被收光 那这个时间点 就可以稍微去 剪一下圣物了 但后方的圣物 先不要去剪 先去剪前方的圣物 可能也比较OK一点 没有人防守地方 就可以稍微去剪一下 那这边看到 斯拉夫人的枪兵有点多 立陶宛这边还没有开始剪 生物现在一个都没有 反正是斯拉夫人 已经捡到两颗生物了 那斯拉夫人 在捡生物这件事情来说 最近有的改版 让斯拉夫人的老头移动速度 增加20% 而且是团队加成 是团队加成 好像是吧 让他这个能力 可以让他的老头 跑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那立陶宛这边 现在才点下二级伐木 老头还没有开始剪生物 一直用肉马去探图 不好意思 这个斯拉夫人的20%老头移动速度 不是团队加成 想想好像怪怪的 原来如果是团队加成的话 其实有点过强 好 这边斯拉夫人用两只老头 去抓后面的老头 但只抓掉一只 后面的枪兵跟肉马都在追击当中 这边肉马要直接去后方 要滴掉了吗 不用滴 直接去招 长枪兵 OK 那枪兵的部分 立陶宛没有继续出 但这边肉马非常多 直接回来了 哇 结果老头被收光 那斯拉夫的这个能力 有变成老头加20%的移动速度 所以让他变成老头免移动速度 速度最快的文明 因为一般的宗教狂热 是加15%而已 那斯拉夫人可以到20% 是非常夸张的一个速度 我刚刚想说 20%又再加上宗教狂热 变35% 好像有点快过头 好 那斯拉夫人 这边有十只枪兵 还得继续出 但黄金上 两边都破千 两边的黄金都很多 都没有出双修道院 疯狂出老头 老头都是单修道院 就慢慢出 这边是打算在开一个城镇中心了 好 看到这边非常多的肉马之后 这边老头开始也慢慢出去捡生物了 但感觉立陶宛这边 拿生物还是有点劣势 并没有非常有优势的感觉 好 后面的生物终于要捡回来了 上方的生物是不是被偷走了 OK 这边有捡到 上方的生物自己捡走了 但还有一个生物离得比较远 在敌人家里 所以应该没意外的话 立陶宛这边只能拿到二生物而已 剩下的三个生物 可能就会被 莎夫人这边给夺走了 立陶宛这边点下了二级弓 补一下肉马加上枪并的伤害 好 斯拉夫人这里补下了轮轴技术 还有二级伐木 经济科技也都稍微补了一下 但立陶宛这边已经要 准备上到帝王斯带了 城堡也该好了 开始转出了列提斯 好 肉马大战看起来 斯拉夫人拿到了一点优势 好 这边肉马数量非常多 但这时候点下帝王斯带立陶宛 看到对方要来前压了 要怎么防守呢 斯拉夫人这边 是还没有打算升帝王的 这边老头出的数量非常多只 八只老头 后面有四只肉马 直接抓掉后方两只 但有一只肉马被招降掉了 哇 还蛮不错的 OK 那前方也造了几只长枪兵 肉马要过来解一下 一瞬间还招降掉了一只列提斯 哇 这个列提斯直接叛变 打肉马伤害非常的高 这边枪兵上前硬戳 没有戳掉后面这只老头 有点可惜 最后斯拉夫人八只老头 只剩下三只存活在战场上 那斯拉夫人这边肉马数量非常多 11只的肉马 现在用枪兵去打 会比较好打一点 再继续出列提斯正面硬 是不太好的 那一定要解掉对方大量的这个 老头之后 才有可能把列提斯当作主力 不然就是要转出更多的重装长枪兵 好 这边长枪兵也好 再继续按咯 这边直接收村 也没有要围 肉马稍微探路一下 看一下城堡的位置 列提斯这边打算 要继续出的意思咯 看起来是苗婷 双城堡出列提斯 好 这边补下了少战 开始要来探图了 那目前斯拉夫人是三个炫物 那列提斯这边只架了二弓 那二弓也不错啦 就当作是三弓的概念 免费增加一下三弓的概念 还可以还可以 好 升到帝王斯带 马上就转出了化学 还有 耕种技术 那立陶宛这个文明 是有火枪的 所以也可以考虑直接转火枪 直接对射 那斯拉夫人本身 他算是科技线 比较缺乏的 所以如果真的遇到火枪的话 可能要转奴炮 或是投石车 会比较适合他 转战毛病的话可能有点打不太隆 因为没有三级射 手有点短 好 这时候立陶宛转出了印刷技术 还有化学 化学还没有升好 斯拉夫人这边帝王斯带 还有三四秒 再转二级攻 升到帝王斯带的立陶宛也没有第一时间 转出巨型投石机 这边出了两台 第三台还有在按 要不要来个三巨头 好 这边中央长枪兵 拿上洛马 开始聚集在正面的位置 立体是在货方骚扰 结果被招抢掉了一只 要不要回头打一下 再被顶到一下 就要死去了 好 直接拉开 斯拉夫这边老头 虽然还是很多 但这边优先转成了 这个枪兵的升级 集兵也下了 三级的板甲也升级了 后方的两台 狙型投石机开拆当中 但是狙型投石机也补到第三台 第四台 立陶宛这边转出了火枪 火枪的话 是要来针对对方的枪兵 对方枪兵数量太多 烈体是蛮怕枪兵的 这边转火枪转得蛮及时的 虽然还没有到非常多数量 但少量的火枪 已经对枪兵 已经有蛮大的伤害了 好 这边正面 落马冲锋 收掉了第一台 巨型投石机 剩下落马以上往前 直接硬冲了正面的枪兵 但后方的火枪 伤害非常高 收掉正面的疾兵 伤害非常快速 收马也是上前 想要除掉老头 砍掉了一只老头 但有一只收了进去 后面的三只老头也在招降当中 火枪在后面继续射击当中 现在火枪立大功 三巨头开拆城堡 斯拉夫人的两台巨型投石机 正在反制当中 这时候立陶宛人点下了 铺兵 欸不是 太子被取消掉了 然后升级骑兵的台甲 三级马海先点上了 斯拉夫人这边想要上前 有机会吗 这是斯拉夫人喔 立陶宛 立陶宛这边要上了嗎 退退退 哇 鐵招想走 遇到这么多火枪喔 斯拉夫人真的是不太好打 不然就是要转大量的肉马 或者是打个贵族铁石 但贵族铁石又会被列提斯给counter 所以现在要思考是 斯拉夫人要不要直接转步兵 加工程器的路线 左边有少量的肉马 想要钻过来 但是这边已经为死 正面三台巨型投石机 还在努力开拆 斯拉夫人只剩下不到100的石头 但是有一台巨型投石机 已经被立陶宛的火炮给收掉 这边火炮立大弓 不要再拆除一台巨型投石机了吗 这边有大洛马直接上前冲锋 收掉了正面的老头 老头全部直接正面倒光 哇 这一波立陶宛打得非常漂亮 洛马解掉老头 火炮解掉巨头 正面的部分 巨型投石机也要被拆光了 城堡也被拆除之后 开始往后撤退 斯拉夫人这边转出了贵族铁骑 你要确定欸 贵族铁骑对上猎提斯是死对头 贵族铁骑本身的近战防御率是4点 所以是一个超级高近战防御的骑兵单位 但是对方猎提斯是可以无视对方的防御力的 所以这个是有点遇到天底啦 斯拉夫人有点... 有点难搞 那目前斯拉夫人的想法 是要打一个步骑作战 枪兵配上贵族铁骑 用枪兵去戳猎提斯 然后用自己的阻力 贵族铁骑去打火枪兵 那这个想法其实也不会太差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前提是你要有够多的农田 转出更多的枪兵 还有更多的军营 OK有在转了 但农田部分来说还是有点太少 这个战术打法至少要来到60片田 才会比较稳定一点 那多者七八十片田 会比较好一点 好 离塔湾这边 精锐猎提斯已经升级好 桂竹铁骑这边数量有19只 但这边并没有 猎提斯阻挡的关系 所以桂竹铁骑还是站上了风 好 这边的是三台军营偷斯基 可能要被拆掉了两台 第三台可能也要被拆掉 现在猎提斯的数量还不是很多 但无视防御力的伤害已经打了出来 精锐猎提斯已经升级好 16加4 20共的猎提斯 已经蓄势待发 火箱兵也在后面补一些伤害 这时候立陶宛点下来 一集挖金跟石头 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已经觉得自己的矿产怎么这么少 通常就是没有点科技的问题 好 火箱上去 火箱上前Pork 这边猎提斯上高地高打低 后面有三只老头直接找强力 贵族铁骑 效果其实还不错 斯拉夫人这边补下更多枪兵 正面硬戳 但是这边贵族铁骑死伤惨重 烈提斯无视防御力的伤害实在是太高了 贵族铁骑直接被顶烂 哇 贵族铁骑 这边血量只有120滴血 也没有升金锐 升金锐的话 主要是要来提升近战防御力 但是在于烈提斯的面前 升狂率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但贵族铁骑后面直接两只硬抓 抓掉一台火炮 正面烈提斯再次反击 又打掉了非常多的贵族铁骑 哇 这边贵族铁骑直接被抵爛 斯拉夫人这边转出了耕种技术 想要提升一下贵族铁骑的跑速 但这边跑速升级完上去 可能还是个问题啊 这边烈提斯的数量太多了 可能还是要以步兵为主 骑兵为辅的打法 会比较适合一点 这边要以步兵为主的话 可能还是要赶快点一下自己的王家事成 这个科技对于斯拉夫人来说 是相当关键的一个科技 甚至转出少量的剑兵有事 配上枪兵 去反击对方的烈提斯 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方案 斯拉夫人这边贵族铁骑 数量还在慢慢爆 数量不是很多 因为这边城堡只有两座 前方有军营 可能要被拆除掉了 哇你看这个烈提斯 武士防务力的效果 打防务力也是超快的 哇烈提斯数量来到20只 哇斯拉夫人最后也是 点下了贵族铁骑的升级 立陶宛这边三只老头 招降到两只贵族铁骑 补下了神拳阵制 加上一级射弹道学 想要提升城堡的射程 那这边神拳阵制 要来提升老头的招降的方便度 有神拳阵制之后 就可以直接三只老头招降一只 然后再慢慢分 去招降其他的单位 而且这边也点下印刷技术 招降射程有12啊 慢慢消减对方的贵族铁骑 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左边的肉马一直想要绕洞 但是这个洞一直没有出现 防守还是做得很好 贵族铁骑 开始正面聚集 19只的数量 金瑞已经升级好 近战防御11 但是烈提斯完全不管 直接正面顶爛 好 这边贵族铁骑想要去后面抓 距离投尸机还有老头 老头第一时间躲到了后方 火槍兵可能要稍微拉打一下 正面烈提斯直接正面开打 左边烈提斯已经全部死伤惨重 全部倒地了 但右边烈提斯已经突破 重围打掉了正面的贵族铁骑 剩下的火槍兵也是解决掉了大量的槍兵 这边火炮居然活了下来 剩下的老头突然又出现 开始帮这些残血的烈提斯 开始补血 顺便招降一下里面的贵族铁骑 哇 这一波交战看起来 斯大夫人还是很危险 这一波可能真的要倒了 那为什么斯大夫人真的不出工程器 主要是因为顾虑到了 立陶宛这边有火炮的关系 可能会显得很被动 而且立陶宛这边还有老头会着想 所以出工程器可能 并不是这么的有优势 北京立陶宛本身也是一个老头国家 救出思想 该有的科技都有 那斯大夫人这边要解 对方的烈提斯跟枪兵的话 可能就只能用自己的贵族铁骑 配上枪兵 还有战毛兵了 但战毛兵真的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方法 正面的贵族铁骑高打第一 想要来反击回去烈提斯 但烈提斯无视装甲的效果实在太好 即使在第一处打高出的贵族铁骑 所以还是扛了回去 下面的枪兵也想要分队 但是没有办法突围这波火枪 后面还有城堡在包方射击 火炮这边已经在慢慢拆除正面的城堡 后方的枪兵有点抓到烈提斯的走向 立陶宛这边经济很好 3000多的肉加上1700的黄金 斯大夫人这边硬转出了肉马升级 他肉马已经准备好 好 镜头11加城堡慢慢开拆当中 斯大夫人这边的枪兵数量 来到了48只的数量 数量其实蛮多的咯 后面有一拖旗 枪兵走进来 但立陶宛人不太好解这一坨枪兵 他怎么刚好都躲掉城堡的这个巨脸 这个蛮会躲的 后面这组枪兵他可能没有打算要理了 要拿一些直接拉力提斯来手 搭配城堡中心跟城堡的伤害 应该是能解得掉 这面的枪兵还在虎视眈眈 再找个好机会进去 在后方的弱马 这边立陶宛也把 拖蓝衣骑兵给升了上去 但这时候斯大夫人突然打出了GG 最后团战也不打了 看起来就自己很没有希望 列提斯的数量很多 而且立陶宛这边是黄金库存 还有快要将近3000 要继续打后期 对斯大夫人来说也是非常痛苦的 立陶宛还可以爆出更多列提斯出来 这也是立陶宛 现在列提斯很强大的地方 造价便宜 又可以无视对方的防御力 但缺点就是很难量产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经济的部分 是由立陶宛这边拿下所有的 经济资源的胜利 这个果然 以上城堡时代3TCKANO 对于现在立陶宛的META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加成 不管你是要转一些 军事科技 或是要转二农二木 或是首推车 每个城镇中心给白肉效果 真的是蛮不错的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请记得帮我下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各位掰掰